空投物資也深所降落天翔 西寶國小紙箱裡頭裝的是餅乾跟飲料 承認之後這成了孤島 因此5號這天 花蓮消防局聯合空警總隊 與高雄台東等四縣市特搜人員 出動5架自直升機 來回天翔地區撤出58人 另外9機動也順利救出9人 累計撤離67人 你是在天翔被困的 現在要辦有沒有呢 現在是過了兩天 供應的水管是慣例 最佳70 有時候也沒有電 提前下山還算幸運 畢竟大作數人還在等待撤離 截至5號下午3點為止 根據消防書統計 還有398人在天翔菁英酒店 84人在西寶國小 73人在天翔活動中心 29人在天翔天主堂 與另外四地共計634人 還在山上等待撤離 与原警反覆確認地點 因為在數百人全數撤離之前 得確保物資源源不絕 在天翔派出所 還有保七總隊這些同仁 目前是沒有 因為沒有辦法通行 所以那邊是缺乏物資 那共有600多位 那感謝此季 這一次的物資的運送 公務人員可以繼續在那邊 為民服務 那也讓那邊的旅客物資充足 縱使回家的路再遙遠 也不用擔心孤立無援 TVBS張宇曼高智鴻一日生意會 花蓮博早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椰資料 幾 manually 判決